這場比賽目前要來到七局的下半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有點急壓到 所以勁道不是很強 但是難度還是非常高 而一手林偉廷接到之後 哇 還是把這個球很快速的傳往一壘 非常重要一些精彩的一個手臂 哇 前一個半局 林偉廷兩次一個精彩的手臂 包含這個張正偉打的那個品杯球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接殺 那最後這個手臂 替球隊 哦 我跟你說手下一分哦 那今天而且這個 林偉廷的一個打擊表現是相當好哦 有三支的一個安打哦 這個半局在中心中地爾是直接的 換上了背號19號的鄭凱文呢 上場來做一個接替 那今天五多六局的這個投球 雖然目前是落後的狀況退場 但六局只掉兩分啊 也是很精彩的一個投球內容 所以鄭凱文呢 是到目前為止呢 大家講說 記得在那個總冠軍戰開打前 很多球迷在懷舊所 好久沒有看到那個147 那是想先發投手 沒有想到現在有投手是 1234567 現在已經來到 連四場都出賽的鄭凱文 也都是要投得好才能147或1234567 對 那對鄭凱文也是一個考驗 那是去的出賽 他的狀況的維持哦 對 特別是 有時候也不只只投一局的一個狀況 這是要連續第四場的一個出賽 面對的打者是李宗賢 好球現在 球出現在是兩好一換 當然因為先後攻還有分數領先落後的問題哦 那忠義兄弟在這場比賽 有可能要再守三個半局 但也有可能 這個萬一分數沒有追回來 是守兩個半局 對 那這是 鄭凱文上來的一個原因 在這個半局裡面 並沒有讓伍鐸再投到第七局 這個球打得相當的強勁 穿越行程安打 成績的兩場沒有安打 李宗賢呢 這時候在今天第三這個打擊哦 敲出了一支 穿過中性防線的伊蕾安打 哇這個安打來的時機點相當的不錯哦 因為現在球隊只有一分的領先啊 他在這個 力氣局下半 守名打者就上了啊 那當然 下一棒胡金龍 看一下怎麼樣的去做攻擊啊 那 會不會是一個 比較傳統的一個推進 來看一下 我覺得有機會啊 你今天每一分都很不容易得到 對 胡金龍當然也是 非常機動的選手 要他做什麼應該他都做得到 對 那今天前三次啊 並沒有安打的出現 但那時候也守得比較靠前一點 但是哦 就是說守備這一方 也不能就是說 以戰局來看應該 短打機會比較高 那你頭部手 可能你想說要抓這個出局 就是說你投直球 那如果伊達這邊是比較積極的心態的話 他可能會跟前面一樣 就積極做打跑哦 所以所以 所以牽制一下看一下 跑者的意圖有沒有 棒子先擺出來 但是是一個偏打著外側的壞球 那因為 胡金龍並不是一開始 就把棒子狠移出來 所以 他 呃 等後再做一個啟動之後才比出來 所以他還有一個 這個打跑戰術的一個空間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 講之前守備的位置 就比較這個 屈前哦 棒子並沒有先之間拿出來 所以 再做一個牽制的試探 今天胡金龍一個三陣一個滾地球 另外一次打到右愛的飛球 不過他在 今天的這前面的三次 都是面對先巴頭手舞 剛才那個牽制看到 李宗姊的重心 是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偏惡雷哦 那不過這個牽制完了之後 暗號有重新再做一個啟動哦 哇 李宗姊這個回雷的動作還蠻誇張的 哇 哇 你 我對野軍當中這樣 調節的話 你回雷就是要撲哦 沒有那種 跑回來的 因為你有一致性化 撲也是最安全的一個方法 哦 接著連三的做牽制 一定要把你的重心逼回是 再往一壘的方向 刚才第一次跟第二次的牽制 你可以看到李宗玺的重心都还是 向二壘 都有那种要起跑的一个企图现在 当然就是说现在球数是一个坏球 他也要提防对方的一个打跑战术 叶颖胡金龙这个球棒的一个挥击的控制能力的话 打到球应该是几率比较高的 头部手稍微沟通一下 一壘的跑者走了 作为了一个pitch out 传二壘 Safe 这球看起来要挑战 因为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有抓到对方的一个战术 现在主神已经要进到室内了 进行今天第一次的一个 电视辅助判决的一个挑战 看起来王胜伟 跟休息师比的那个手势 他应该蛮有信心的 因为王胜伟大概是那种感觉就是说 第一个触杀动作或许感觉上不是那么 时间上不一定有可能没有触杀到 可是他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 他有这个我们讲欧瓦浪的一个动作在 如果是以这个来讲的话 他可能觉得他第一次就有 第一次 Tag到 Tag那一个可能就已经抓到了 后来好像再继续腿再回去那一次 好像来不及 对 这种触杀其实都要切换不同的角度 看看有没有 这个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对 但是有些时候关键就是能不能够有最好的角度 来看个一清二楚 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说 头补时间 这边有去抓到对方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战术 也做了一个吊球 那唯一可惜的时候 这个球其实如果只要当船的位置 稍微再靠近雷包一点 不要船的那么高 变成王胜伟要有点站立的接到球 再拉下来做一个触杀动作 那这个出局数应该是死拿久稳 那反而现在投的比较高 拉的回来的一个距离比较远的情形下 变成实践点上有一点点这个 我们讲模糊的空间了 那现在可能要借由辅助判决 他能看到说最后触杀的同时 李宗贤那个滑雷的脚踩到雷包了没有 因为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差很多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比赛已经来到这个后半段了 那一大是后攻的球队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让他在追加分数的话 变成今天这个旅宫不下的中心兄弟 会压力比较大 就好像昨天那种比赛一样 在最后第八局得了那两分 你不知道最后是那么关键的两分 两边的休息室也明显地看得出来 在这场比赛目前一分领先的一大是 神情上是比较轻松的 那今天确实是九宫不下的中心兄弟 这时候是维持一个圆判 这也是一个挑战失败 这个角度其实没办法 对 可能是手套是去黑格这个忠贤的背部 对 我们换一个角度瞧一瞧 因为你看 王胜一开始站在雷包前的 那 这个角度 如果他有再追加一个促杀动作 延伸过去就有机会 就有机会 那现在这 哇 真的要点波 现在来到球数 绝对落后了 变成了三个坏球没有好球 昨天 这个震海文也投了 事实上是不止一局的一个状况 还是做了一个短打 接到之后 传一雷 哦 不停动这个角度还是相当的快 我将大车呢给刺杀 二蕾上的跑者呢 这时候是上到三蕾 这有点点 应该是 出其不意的那个味道 因为已经是三个坏球 再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很接近啊 但是 这个裁判的角度其实也站得还蛮不错 只是最后这一脚过来 对 所以我们也没有抓到这个第二次的机会 如果他一开始有做促杀之后 一直黏着他身体 他一离开了一包 那个就 出局处就可以产生了 内野这时候在中级兄弟 被迫做一个局限的防守 面对的打者是林哲萱 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郑凯文也有遭遇到林哲萱 是将他给三振 我现在对一达新闹队来讲 是只要打到 就有在天的分数的一个机会 今天林哲萱的前三次的打击 有一个保送 内野是百分之百的一个趋险 第一球是一个好球 内野上打到外也形成了一个界外 球数现在是两好球没有坏球 球数上来讲是郑凯文绝对领先 这一个如果是这个出局数是用三振来讲的话 对郑凯文就相当的重要了 内野至少不要在那么冒险地虚线 对 那以攻击方来讲当然啦 现在球数是震凯文的领先啦 当然啦 现在球数是震凯文的领先啊 还是哦 要积极一点 如果再好就再可以打到 一打到为优先了啦 哦 所以这球还就投得比较开 在三垒上的是李泽东贤 今年例行赛的部分呢 郑凯文面对林哲萱 14个打数被打了三只安打 其中包括了一只群雷打 林哲萱的被打击率 应该讲林哲萱的打击率 在对战方面是稍微低了一定 球数是投手的引肩 哦 塞了一个内角球进来 现在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 来了一个内角戴森卡 希望如果他挥急有挤压的效果 形成三垒这边的比较软弱的滚地球 那三垒手三垒的这个李泽东贤 可能第一时间不敢那么直接的启动 接下来这个球大概就是要对决了 最有信心的无趣气球总就要投出来了 结果这一个球打者没有出棒 投得比较外侧偏低 速度虽然有143 现在形成了两好三坏 像令人现在比较 可能会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 连续出赛的郑凯文 他现在整个投球动作是用力在丢 用力在丢啦 那协调性不像前几场来得那么好 这个是比较令人会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变成了满球数 一出局三六人 就这一球内野的一个曲弦 付出的代价传了过去形成了安打 这时候一打犀牛队在七局的下半再添一分 来到了三笔 林哲轩昨天的单场MVP 这时候又适时的出现了一张安打 送了李宗贤 可惜啦 这个半局其实 呃 就是 虽然是被李宗贤打了安打上雷之后 其实有试过对方的一个机器 但是那个球如果可以传准的话 抓到那个处理之后 这 或许这一个半局这个 这个 发展可能会是一个不一样 不过在这个正台湾呢 连四场的上阵 这也代表中心兄弟在整个后营投手方面 教练台比较信赖的人数是真的非常的有限 对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相较意大指引来讲的话 这可运用的这些投手 就比兄弟兄弟来的多很多 而且今天的这一个攻击的态势 一分两分 可能都是蛮巨大的压力 现在轮到高国辉 这个球灰空 球出现在形成了两好球没有坏球 地雷上的石块的林哲轩 今天高国辉三次的打击 有一次奥利亚安打 例行赛的部分呢 面对郑海文是两场二次的一个对战打击率 有两发的权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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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雷跑者走了 这个球好球再往二壘船 哇 这个球是打者费三振 但是跑者是到上了二壘 嗯 这个曼罗哥看一下 这个球 大师兄低时间好像没有确实的揭补喔 那以时间点来看应该是会有机会哦 异达也不断在挑战 中英兄弟的一个主杀 哇你看 比较急的拉下来 对确实哦 因为如果确实接到 这时候接到再拉过来 有一些机会 有机会哦 那因为 应该讲啦 好现在要先 保送林毅全部跟他对决 就是刚才那个球就是说 如果林志生确实接到来拉回来 我应该会有机会 就是说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看到林哲泉已经滑下来了 所以他急着要做这个动作 这球变成还没有确实接补了哦 这个故意试话也可以理解哦 我们看左上角就提供你 原因就在这 17个打出他打了7支安导 这要来拼下一棒的这个右打者 那现在来讲 就回到我们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哦 高笑语这一棒 虽然今天的斗智跟表现是相当不错哦 那这个时候要不要换 换这个左打上 对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时机点 然后 这时候在中级兄弟的部分呢 又再度的叫了一个暂停 所以每一年的季后赛我们都跟观众朋友报告 真的每一场比赛的结果都会牵动不同的一些情势的发展 跟球迷朋友心情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转变 那这时候我们看到 上海交战女之后哦 是决定的把他别换下去哦 但是零四场的初赛哦 确实这个负担也真的是非常的沉重 对 这也有点保固的作用 今天右头有21个球 所以这个也出来了 给郑海文呢 来尤子豪出来 走第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年轻人就前途无量 嗯的确哦 这时候决定换头了 就可以了 红乘 红书 上海藏 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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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versus 红书 得出 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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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红书 頭手方面這時候是 換上了備號97號的林克街 緊急地上場來做一個接替 林克街在這次的冠軍戰系列 出賽的一場投了一局 就是有掉分了一個狀況 被打兩隻的安打 另外投出了一次的三陣 中級的鄭函文在連續四場的 出賽的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這時候是被換了下去 林克街是在總冠軍戰的第二場 是上來當時分數差距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是在第九局 上來做一個收尾的工作 雖然也掉了一分 我們那場比賽 因為一度分數的差距 是來到了有八分之差 就掉那一分是不痛不癢的 這時候上來就 那是另當別論 那面對的是高效儀 高效儀今天在三次的打擊當中 有一隻的安打 第六局他的那隻安打 後來回來得分了 超前分 非常重要的一個內野的安打 靠著自己的腳程 那個是我覺得相當有價值 回過頭來戰的話 那現在來講又是一個 可以這個機會見功的時候 葉總委還是信賴他 對安 這個板凳局還有蠻多適合的 這個代打者 尤其是左打部隊還蠻多的 我們看到在例行賽 兩個人的對戰 是四個打出一隻安打 第一球投手投出的是一個好球 對方打成了一個上看台的界外球 繼續的下敗一打行動隊友 天得了一分 現在比數來到了3比1 現在球數來講是林克謙的領先 因為在例行賽來講 高效儀跟林克謙對決的次數 是稍微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個樣本還不是太準 所以其實林克謙可以運用這一點 對他的球路不太熟悉的 其實現在可以比較大膽來配球 這個球塞了進來 我今天裁判也 這個角度的球 右打者的那一角球 多半是壞球的判決比較多 我要注意就是說 高效儀在兩好球之後 那種面對變化球 如果你吸力度不夠的話 他的反向攻擊是不錯的 無所望打者的外招蹲得出來 這個球要引誘但沒有成功 形成了兩好球兩敗球 這幾天都有類似的畫面 對 只是打兩邊的球迷在不同的時候 在那邊祈禱 在二雷上是林哲軒 一雷上呢是林逸泉 打成了一個 插房機的外 打到了補手 因為如果你兩好球 你的兩好球之後 你的擊球特性是比較屬於反向的話 那對方如果有掌握在這一點的話 在兩好球之後 攻你的內腳球機率就會比較高啊 因為你一直想把球帶進來 那內腳球你擠壓到的機會就會比較高一點啊 那當然如果你開始調整timing了 那扶手這邊有意識到 那可能又回到外腳這邊來 所以在這個整個內外腳 有轉換時機點 扶手是最接近的人 他馬上去反應到 球數還是兩好兩塊 就這個球打成了一個三壘方向的界外球 今天來講喔 滿趴這種內野滿緩慢的球喔 這今天打這樣子都大概形成內野打距離 滿高的喔 這個內野的草就 鏡頭照過去了感覺好像很鬆軟 好像吸震效果蠻好的 打去那個球就好像不太會 最近密度比較高一點 對 打上去然後煞車的效果比較好一點 還是兩好兩塊 看起來還要再繼續攻內腳喔 143公里的一個訴求 打成了一個本來後方的界外 看起來的高效儀也有所準備 3 2 2 2 3 3 4 4 哇 黃勝雄也 他並沒有在外面做熱身喔 他也牛逢直接繼續的一個 可能有人跟他搭配還繼續練頭 是 因為他剛剛 走的三個打起而已 球數還是僵持在兩好兩換 這場跑者走了 這時候呢 原本觀望的一壘上的跑者 也上到二壘 現在變成二三壘有人 而且球數來到兩好三塊 哇 這個影右手都沒有辦法掉中高效儀 高效儀也是纏鬥力十足喔 而且剛才林克堅的投球節奏 都被這個林哲學抓到了喔 這個球即便是 低時間當的接到 我想要抓 林哲學也沒有機會喔 那現在 變成一壘是空的 他滿球數喔 高效儀的下一棒是林維廷 林維廷今天的狀況是不錯的喔 也是一個兩難的局面 唉唷 好像是一個出身球喔 收到了打者的身上 哇 現在來講 有一些麻煩啦 所謂麻煩就是你 一上來是對這個高效儀投入 兩好球 沒有敗球的形象 你下來繼續跟他對決 一路的磨磨磨磨 你的第三好球一直拿不到喔 那投到最後 反而是形成一個 這個滿球數的一個出身球保送喔 那下一棒來講 今天林維廷喔 他的 這個手感 不管是手背 或者是打擊的手感都特別好 今天是三隻安打的表現 即便他打得不好 都有機會形成內野安打喔 今天的三隻安打呢 也讓這一位 連續四場比賽 有安打的林維廷呢 今天是攻守俱佳了 對 手背方面也有真的很精彩 而且不簡單的一個表現 先來看打擊了 唉唷 做了一個突襲的短打 再來手接到之後再度的梅德船 哇 還是... 應該這樣講啦 講之前還是沒有意識到說 林維廷有可能會再度的挑戰他喔 因為你守得還是比較圓喔 哇 在滿壘的狀況之下 我們剛才提到 這是內野草 大家其實盡頭看 兩天起來就是... 球就不會滾得很快 加上他這個方向 力道拿捏得也好 加上他的快腿 變成一個精彩的內野安打 一時的一大千通隊再添一分 對 而且這一分對中心兄弟的 那個士氣的打擊是... 不太一樣 對 因為... 其實你可以看最後講之前 接到球的一個位置點喔 其實... 應該這個講... 林維廷這個球是點得有一點 力道有點過強啦喔 那... 比較可惜就是說 守得還是比較深了一點喔 這個是一個自打球 輪到的是第七棒的陳凱倫 最後半局一大千通隊是再添兩分 蔣凱倫今天呢 三次的打就一次的安打 今天林維廷呢 單場四之四 現在這樣來講的話 如果... 這個... 很密批的人選就... 有點會... 如果是一大最後拿到勝利 就有點複製欲出囉 而且今天在一大喔 採取的這種... 無錫的短打也好 倒壘的戰術也好 等於說... 他一定會試到你抓到為止 你只要抓不到 今天他會繼續用 明天他也會繼續用 嗯... 而且一定會一直的挑戰你啊 那變成你... 呃... 你在守備的時候 你要顧慮的事情就會比較多 那你分心的形象 投手或是投手 想要幫野手分擔的時候 那如果... 這個時候 你專注力不夠的話 你投球的一個內容 會不會突然一個失頭 那變成又是打擊者的一個機會喔 所以放球比賽其實就是 九局的過程當中 就是從一些小細節裡面去 我去做好做做多 那...失誤的... 失誤的... 正確的事情做得比較多的人 對我可能是拿下 最後比賽的一個勝利喔 好... 嗯... 都在跟打仗一樣喔 發現對方的弱點喔 哇... 絕對拼命的攻啦 對... 這個球打到了三壘方向 形成一個界外 球速現在又是投手而取得兩跑組的零件 不過這時候觀眾很會想 那為什麼三連手講解他不選擇站位比較靠近一點 他的想法有可能是什麼 第一個可能沒有意識到說還會再點 尤其在滿雷 那滿雷是一個封殺狀態 你沒有點好 我甚至不用傳一點我就是傳本雷 那當然第一個時間你站位比較深的情況 你還是說會去想要說守他的一個強攻打過來的球 不過今天來講 這個 你只要守衛喔 守得稍微比較後面一點啊 那林輝廷啊陳凱文這種有腳的點的技術又不錯 他可能就會去挑戰 那你只要防止他們這樣 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可以先守在前面嗎 投手啟動的時候你再往後推 我想可以有一個堅固的效果 對 你在打著可能就不太敢直接去挑戰你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守會就站在比較深的位置 我就是要守你打來的球的話 那他變成我小球的機會就有空間了 對 今天呢 後雲投手 林克謙呢都能取得球數的領先 而且幾乎都是絕對領先 所以這邊始終是沒有辦法 投出這個第三個好球 現在還是兩好一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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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效一地的上司林威廷 這球打到了右半邊 形成了一個界外球 也都還能把球給破壞掉 對 現在來講就是說 可能要讓打者揮空的機率不高啦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即便球加壓到140公里的話 還是有辦法破壞掉 而且這個破壞掉是有打中球型的 那現在來講就只能說 希望說比較好的一個劍雷角度 讓他打成一個比較好處理的這個球 讓我的隊友來幫我處理這個第三個阻皮組喔 這球投得還蠻接近 進來形成了兩好球兩敗球 這個球應該是要 有一個結果啦 如果你拖到滿球速 對林克堅的一個投球壓力又來得更大 哦 也就是 邊內側的一個壞球 來到了滿球速 好像 要不能投手可能要再 準備的更充分的一點喔 因為現在如果這個 還不能解決的話 可能就是要再換投手喔 我現在比較麻煩就是說 剛好上回來了 雷包 上個跑了一點 也是要做一個啟動喔 好 蠻累 兩好三壞兩行出局 這場跑者走了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飛球 中環野手過去 來不及了 落地形成安打 至少兩個跑者還來得分 在兩好三壞的時候 還跟打者對決 你讓你上回 好臉先啟動的話 這個兩分是 絕對沒有問題的喔 也是比較可惜啦 那 因為你也沒有空間去投壞球 雖然這個球 陳凱倫是稍稍有一點擠壓到 那你這個球 修得比較中間的情形下 對投手來講就比較不利 又比較偏高了喔 這個球呢 落點相當的巧妙 剛好落在中環野手前面 那由於雷上跑者提前輕喔 所以二三雷上跑者都輕鬆的回來得分 這時候在中興兄弟方面呢 被迫又叫出了暫停 嗯 丁克倩上來面對三個打擊喔 始終是沒有辦法 抓到 下一個出局數 很可惜就是在面對這個 林威廷跟陳凱倫這兩棒 都是從兩好球 取得兩好球絕對領先之後 第三個好球是真的施展不開啦 然後 其實面角度比較好 這兩個打者都還有辦法破壞掉 所以顯現說 真的是這些打者在面對 那個 中敵的牛棚的本土左手 他們比較沒有那種 感覺喔 有一點懼怕 或是覺得不好應付的那種感覺 一點都沒有喔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接著要輪到第八棒的林昆生 現在林昆生的前面三次的打擊當中 有一次拉安打一分的打底 這場比賽如果伊達能夠扳回一城了 這個戰線當然就會拉得更長 就會再度的回到周期球場 再一次的往三類方向做一個短打 三類手 一樣是沒有辦法處理 哇這個就是 落井下石啦 絕對不會有點客氣 哇連林昆生都頂了喔 林昆生的角度算是不算快的喔 而且這個位置點的也不算說太好了 那這個 講之前在忙中還是發生一些瑕疵啦 哇一場比賽要看到這麼多 這種內野安打真的也是很少見 對 現在比數讓伊達新動隊製造了一個五分的大局 變成了7比1 但是這個問題不解決喔 後面幾場比賽伊達還是會繼續用 對 現在輪到的是第九棒的李宗賢 這時候三類手手的稍微前面的一點點 結果又打到了三尤堅穿了過去 豪澤這時候繞過了三壘 哇這時候伊達新動隊已經是打順手了 李宗賢又敲出了一支安打 哇而且是他這個半局的這個第二支的安打 這個有點跟 林哲軒昨天在單局打了兩支安打的一個效果是一樣的喔 對 李宗賢現在拉開到了8比1了 我現在這樣講就是說 我就是你手後面我就點 你手前面我就打 變成你三有這個洞就會稍微比較大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講的 不是說你手前面我打就一定會穿越 不過就是說巧合就是這樣子發生的喔 這時候呢在中型兄弟再度的叫暫停 這一定沒換頭啦 中型兄弟這時候呢換上了 這次是杜嘉敏 本季的初賽十五場比賽有三場的先發 加起來投了三十五局一勝三敗 防禦率是六點九四 打背圈比是一點七四 也打了四十八戰 打在這一次的總冠軍戰呢是第一次的來上場 這個半軍的發展呢 這個半軍的發展呢 如果這場比賽 比拉西龍隊順利的獲勝呢 也會讓中型兄弟的整個投手的運用 陷入到一個幾乎是更難解決的一個狀況 變成說他在明天第五戰 耐森可能又得要提前一天來出賽的一個狀況 變成說他在用本土投手的空間可能就會 再壓縮 對 會壓力更大就對了 當然這要看看教練團怎麼樣來做一個安排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比較反向的一個思考 與其讓品質不好的 休息不夠的這個投手上來硬投 試試看能不能拿下勝利 倒不如就是說讓一個健康的投手上來 就像這個伊達這樣子 來做一個 如果真的 就既然仰投沒有表現那麼好 也不用勉強一定要 要運用這幾位這樣 對 你讓他稍微休息更夠一點 他的一個恢復程度更好 他可以給你更好的一個投球內容 那 因為這個 我當然數據上是說 鄭吉隆近期的狀況不是那麼好 但是上來他搞不好會有身上升 他身體是很健康 他都沒有出賽 他沒有皮癢 他可能也是可以投出一個好的感想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這個可以 你也可以運用另外一個模式 我可能就要來一個投手側輪戰 那就是既然說打擊能夠 能不能有所一個發揮 現在打者是胡金龍 球數現在是兩好兩換 不過這個 周教練是從 球評這種客觀角度 在這個局裡面的人 想法 那種壓力 等等 其實 就有可能會不一樣 不過這個要看看這場比賽的結果 另外賽後的我相信教練團都會做一些討論 嗯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即便這場比賽 最後兄弟如果沒有取下勝利的話 只是大家回到遠一點 回到遠一點 並不是 終於兄弟就落後了 就不是說 兄弟 一打已經聽牌 我已經無路可退 並沒有 這兩隊還是要 各要再取兩勝 那接下來這兩勝 你先不要去考慮前面 就是要拿兩勝 你這兩勝你要怎麼去安排 你接下來可用的一些戰力 兩好三換 這個球又是一個左半邊的安打 二雷雙包在這時候繞過了三壘 中央的冠軍 其他形容隊是越打越順手 吳京龍 這時候也敲出了他在這場比賽 個人的第一次的安打 所以在這可對兄弟的一個後防方面呢 確實是 比較脆弱的一個狀況 這個一個出局數喔 是遲遲沒有辦法拿下 現在第一分拉開到了9比1 在客隊方面呢 只剩兩個半局的反攻 現在要追回這個分數 難度是越來越高 而且因為剩下來的這個 局數真的也比較少 只有兩個 每時候8、9、2局可以追分 那如果這個問題是 現在這個七局現在還沒打完 這個半局是 竹竹又打得有一輪 所以這一次的系列賽喔 原本想這場比賽會不會例外呢 沒有想到在七局下方 又是出現了一個大局 對 前面還是青州小賽 突然還是來一個 哇 有機方向的滾地球 傳二壘 結束了這個半局 但是這次半局一打 大優戰果 攻下了7分 9比1了已經